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给大家介绍两个HTML5的标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是P,自然段标记,它标识了文章的内容 接下来是BlockCode,内容引用标记,它是引用其他地方的内容 我们分别看一下这两个标记的定义 首先是P标记,它是英文标记Petagraph的缩写 它表示文章的自然段,在新闻网站或者博客网站应用的非常广泛 第二个是BlockCode标记 BlockCode标记呢,它是以自然段为单位的引用 主要用来技术从其他地方引用过来的内容 换句话说,著作权不是咱们的内容 BlockCode标记有一个属性Site,我们看一下Site的使用方法 Site呢,它是引用初处的描述 如果我们引用的内容是来自一个网站的话 那么则在这里标出网站的网址 如果我们引用的内容是来自一些书籍的话 则应该把书号ISBN也一起写进来 咱们在写一些博客或者自己做网站的时候呢 如果内容不是咱们自己版权内容的话 那么我推荐大家把初处标出来 以免今后产生法律上的纠纷 好的,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具体的例子 这里呢,其实是一个文章Article的例子 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在这个Article内部呢,先是一个标题 然后是这个P自然段 这个呢,前几期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接下来是BlockCode引用标记 在这个地方呢,我引用了一本书的内容 所以呢,我要把书号写出来 咱们大家看一下具体的写法 首先是URN 然后呢,是ISBN书号 具体的书号呢,在这个地方写出来 然后引用的原文的内容呢 在这个地方用P自然段的方式 标明出来就可以了 为了更详细的说明呢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实际网页的例子 咱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HTML5的网页 咱们大家一起看一下具体的内容 首先是一个main标记 来标识这是主要内容区域 Article呢,说明这是一篇文章 Head部分来写上文章的标题 然后呢,自然段部分呢 用P来表示 比如说HTML 好学不难等等等等信息 接下来我引用的初处呢 在这个地方用BlockCode表示 因为我引用的初处呢 是一个网站 所以我把网站的网址写在这里 同时我把网站的内容呢 在这里以P的方式呢 写出来就可以了 最后呢,是文章的Footer部分 写法呢,和以前一样 在这里呢,我就不再说明了 好,咱们现在运行一下这个网页 看一下实际的显示效果 好的,网页已经显出来了 咱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是个主标题 然后有三个自然段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引用的内容 BlockCode 它和其他自然段的区别呢 是它有一个简单的缩近 其他的地方呢 和普通网也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这个网页呢 因为应用的是这个浏览器 默认的样式 所以看起来呢 不是很美观 以后当咱们学习样式安的时候呢 我会把这个网页做得更加美观 做完这次HTML5的视频之后呢 我准备再做一套CSS的视频 到时候呢 也欢迎大家观看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呢 就是这些 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也欢迎大家留言和我讨论 好的,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咱们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